各位,MSI出了他们自家的掌上游戏机 MSI Claw 宣布正式加入战局 成为了RG而来的对手 马上来看外形 这次的外形我觉得后面其实做了蛮大的特点 因为它做了很多个散热风口 从这边一整排到下面全部的洞洞都是拿来做散热的 然后中间一个MSI的logo大龙 所以整个掌上游戏机就变得很有辨识度 你一眼就看,知道是MSI的 但除了logo之外,整体布局还是跟RG而来很接近 背部M1M2两粒button辅助 Power button,MicroSD卡槽,Thunderboard4,USB-C,3.5mm耳机孔 还有Volume button 左右两边L1L2,R1R2 转过来前面屏幕7寸IPS等级1080解析度 120Hz的刷新率,500nits,可以touchscreen 色彩表现很丰富 左边摇杆和按键,右边摇杆加快速功能键和ABXY按键 两边都是有RGB灯的 按键的回馈感还有一点音 但是灵敏度还是有在水准上面 其实它这个手感还是算蛮好的 因为它这边的row这边有做比较厚一点 所以握起来还算是舒服的 没错,两边的握柄用了 加厚的设计数也非常适合人体工学 整台机的重量是675gb 比ROG而来重一点 这边我就跟大家整理了MSI Cloud的三大重点 第一个就是它用的是Intel Core Ultra 7的处理器 第二点就是它是史上第一个最大电池的转上游戏机 53瓦时,甚至比LG2Li跟SIMBEC都更加久 第三个就是MSI夹最擅长的散热系统 MSI Cloud是第一款全球搭载Intel Core Ultra处理器的游戏掌机 那为什么选Intel而不是AMD咧? 旅行上网不中断,出国有Message 5G Roaming陪伴 Message Z轻松启动选择Roming,选国家再选配套 就能联网了,Message 5G Roaming快稳又方便 那为什么选Intel而不是AMD咧? 估计就是为了和其他掌机区分开来 而且Meteor Lake晶片比LG Alive里面的晶片有更加好的性能 所以MSI Cloud的效能应该可以更好 这一点吃点等我拿到试完一些3A游戏才能下定论啦 散热的话更加不用讲了 用的是MSI自家研发的cooler booster hyperflow技术 冷却内部再加上搭配外面的洞洞门 玩久就不会讲很热 来到电池,53Wh 对比LG Alive和Steam Deck的40Wh 你讲53是不是目前最大的掌机电池容量了 听说试完Forza Horizon完了2个小时才完全没有电啊 续航这样子就很给力下哦 再来这次MSI为了Claw设计了专用的MSI Center M 简单来讲就是MSI Center的简单版 在这边呢你可以调节性能啊 控制器的灵敏度啊 RGB灯效等等 也可以直接在Steam或者是各大游戏平台下载游戏 配上Intel Core Ultra 7 各种效能给你们选择啦 Good 最后这个就是MSI Cloud的配件 扩充底座 用处很简单啊就是回到家掌机一放 连上HMI就可以当电脑用啦 玩一些要用滑鼠才适合玩的游戏 比如Dota、PUBG等等啊 好啦MSI Cloud的快速上手就到这边 等迟点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再认真的给你们测试 这样几时才会来到马来西亚叻 预计之战月 到马来西亚叻